ok 部落战开始了 咱们去打一下部落战 我靠这不对呀 这部落这怎么打了119比119呀 两面都差一颗星呢 我还有两道部落战没打算了 咱们先补最后一颗星 补了再说 哎 正好推荐我打这个最后一颗星这个人 那咱们就攻进部落重命吧 直接打进来的话 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格子战 咱们怎么打的 咱们在商店位置下天女 天女不是要进去爆本的 天女是要进下面这个金罐子这个位置 对 咱们先不着急让女王打掉这个排击炮 把圆兵拉出来 到时候再一个隐身把天女拉回来 这位置先慢慢打 不要着急啊 等一下咱们女王在外面是可以拉出圆兵的 对 他这个城堡摆的位置有点问题啊 咱们天女在外面就能拉出圆兵 包括最细节女王打完一个网子会打炸弹塔 咱们一个隐身 隐身的话是4.5秒钟对面圆兵也出来了 女王打完这个小屋就会摆头往外面走 这个圆兵直接拉出来 避开那个情练居住的火力 我是让女王没有隐身的时候 了一两下 那个炸弹塔把圆兵拉出来 然后丢隐身的 这样隐身的时候对面圆兵是锁定不了 梦标的 所以在原地不动 咱们女王就给避开那个圆兵了 OK 左边上面的话是已经下的蛮王跟薛领营了 直接就走了W好吧 我这个思路是让W去爆本 然后蛮王亲一边 女王亲一边也就是7.man进中间 这个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天女矿多打格之战的思路 怎么优先开精神啊 W爆本 先爆本 爆本之后开个精神 这个精神搭配两瓶狂暴 把中间操控 后面两瓶治疗收尾就好了 因为咱们的双王把两边动干净了 所以W一直在中间 基本上不会玩 在中间精神搭配两瓶狂暴 可以完全操控的 这个精神过完了 咱们可以在鸟帕这里来瓶治疗 把大部队的血量稍微抬一下 这样子大部队就能稳稳的压过去了 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咱们手里还有一瓶治疗 一瓶冰状 他后面就有两个多人将他加几个王一个多头了 那么这一道基本上稳伤了 咱们给这个多头来个八年的小冰状 还有一瓶治疗要不要丢的 他的后面地雷有点多啊 大地雷啊 咱们还是丢一下这个治疗吧 丢一下女方万一好吧 认为一个大刀 认为一个大刀丢了召唤九抽小野兽直接就收了 那么打到这来 我就快进一下了 这一刀基本上是稳三局了 ok 最后一个收集器 咱们把谁一下 这一刀也是成功的三星收下了 好吧 咱们三星王出去看一下这个心算 看一下对面有没有在补薪 好吧 我们这里已经打了120颗星全部打满了 对面也在补薪啊 我去 算了补就补吧 拜拜 各位